根據加州政策實驗室的最新一項研究 洛杉磯縣零保釋政策對犯罪率無影響 去年10月洛杉磯縣取消了除了最嚴重罪行外 所有犯罪的現今保釋 加州政策實驗室的研究員表示 與一些民眾的擔憂相反 該政策實施後的兩個月內 犯罪率並無上升 同時研究發現 儘管總體犯罪的報告和逮捕趨勢無變化 但輕罪逮捕人數有所下降 日軍監獄人數亦有所減少 另外去年10月底 洛杉磯縣高等法院 在一份報告中亦指出 在令保釋政策實施的前三個星期 確實令社區更加安全